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鸡翅 肩胛骨要伸到来 小刺 中刺 大刺 口诀就是这样 中刺到来时也都要清洗 清洗淡淡 刚开始不会剪的时候不会闪骨头 傻傻地一直剪 傻傻地一直剪手就会痛会受伤 快 横 准 每种食材都有各自的剪法 或许是学理工出身连下到位置他都算得精准 32岁的陈永玲摆摊前是月薪三万多块的工程师 人生转换跑道是发生一场车祸 当时就直接把这三万块出来摆打 对 聊鸡啦 喝酒 什么都没有就是出清淡淡淡淡 要做生意全家人都反对 只有拿出三万块投资的老爸支持 硬着头皮25岁的陈永玲获出去了 他决定当自己的头鸡 选了一个只要一个员工一个摊位 就能做生意的咸水机座位开始 那当时也想说要做品牌嘛 要做品牌就经常竞争的地方 陈永玲那当时有13岁 13岁不减水鸡 陈永玲获出去了 就是看能不能 如果不能再回来做自动控制就好了 你好 超好吃的哦 专业去谷的咸水机哦 哈喽 你好 煮在一级战区陈永玲只有不断玩新花样 从行销策略 食材的创新下手 甚至是对待客人的态度 他都用幽默 亲切风格来讨好客人 要不要 一点点 台语听不太懂哦 要不要辣 一点点 围辣就好吗 充蒜芭乐都可以吗 咸水机加芭乐的新吃法 是他和其他13家竞争对手的区隔 这样的做法还真让陈永玲走出不同的路 也做出了知名度 一个晚上至少进账一万五以上 我觉得它的口味很特别 因为我平常不吃咸水机的 因为我喜欢吃热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 有点带点酸酸的 然后它又有放一些水果 就比较轻松 咸水机灵魂就在这胡椒上 好不好吃胡椒的口味占了八成 也因为用量真的很多 陈永玲坚持吃完不能口干舌照 严选品质的还有鸡肉 我们这些鸡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电车枪 自己电车枪都在电车的 自己的工人都去抬 我们的品质部分都跟我们不一样 像我们的鸡好意都经过SGS认证 好多都是选用老母鸡 从小家里开餐厅 陈永玲就跟在师父身边 从端菜做到副手 后来往工科发展 当上工程师 哪知道兜了一大圈 最后又回到最熟悉的领域 我都有手洗的 两句就会劲 挤的钢比较重要 像挤的钢这种挤不好 人家吃到瓜就不好吃了 一次就给你打针了 品质差一点点的 宁可赔本丢掉不用 也不能够砸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招牌 秉持这样的想法 陈永玲单打独斗拼出一番成绩 六年来加盟者超过百家 年收入是过去十几倍 美人比较过来就有机会了 人 比如说人来 刚刚原本要买北京的 他刚刚没开 人家吹吹吹吹吹到我们 我们就够一个机会 我们的东西就算不好吃 一百的钓一个就好了 一百的钓一个 年轻月轻也都要人家 或许做路边摊的行业不够体验 但也路上陈永玲踏踏实实 靠着双手不但当上盟主 打造出完全不同于市场的品牌口味 也证明了 即使是小粉生意 也能够开创一片自己的天空